你不送这个义务工作人员上去 那么当然还需要一些防复 那么他们不上去 谁上去才有效呢 只能是他们上去 反过来今天明镜 你和平说 季先生 你代表明镜 我派你到前线去采访 我不认为你把我送去当炮灰的 你是给我一个机会 这是你给我一个光庸的任务 所以我是觉得该上去是应该上去 现在应该是有一万多的医务工作人员 从全国各地去了武汉 一万多的医务工作人员在湖北 然后现在这两天又采取了一个新的措施 就是把这个湖北的那些 懒病的那些那些那些人员 就有江苏其他 有江苏还有其他各个省市 每一个省对口 一个他的一个一个一个 区线 那一个一个线 那么一个市 周边的各个市 江苏是我看到是对那个对口是校感 那么然后就是江苏下面这个区 在跟各个校感的区是能够对接 那这也是一个 一个办法 那么当然这个要通过长途这个运输 那现在我想各种方式都在使用 但是最担心的就是和平你讲的 就是如果说这个在其他区域也爆发出来了 那么其他区域的医疗条件各方面都是不够的 那么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次抗议 就是摸着舌头在过河 因为他情况不明啊 你打仗你前线情况要明 他现在情况不明 所以一旦不断的在这个有生物 不断的在措施良机 那么所以他是碰到问题 才去采取一些措施 碰到问题才去采取措施 这是一个 那么第二个呢 也就是那个拔出的罗伯 插一段你啃一段 插一段你啃一段 那么现在为止那些专家老是说看到有些病例减少一些了 或者疑似减少一些了 马上说拐点来了 那么我是把它联系起来看 昨天的这个总个统计 他的病例确诊的是2700多 但是今天又到3000了 那都是在3000那个徘徊 最高有到过5000的 那么他的疑似病例 大概就是在4000左右 那么如果说一直保持这个距离 这个数据并不是说拐点到了 拐点是要你连续的减少 那可能才是拐点 对吧 那个所以对整个情况还是不乐观 那不乐观 那个整体中央还是需要考虑 那个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 那个到底应该怎么来解决武汉眼全的问题 就像刚才那个那个Rarry讲的 那个现在很多武汉到下面的区 街道小区很多问题都没有暴露 都没有解决 你根本就不知道情况 所以现在武汉缺医务工作人员 武汉其实也缺新闻工作人员 去把那些问题可以揭露开来 就是问题揭露开来 那个并不是造成恐慌 是让你这个指挥部 你的指挥中心可以了解 那个下面的情况 那现在往往我们是希望 我就不希望你这个媒体介入 觉得媒体介入就是挖我舱巴 那你这个舱巴本来就存在 挖不挖都是在那里 这个挖出来了 那个问题解决了 可以更好的 那个比较彻底的减少损失 实际上是这么一个关系 但是很多领导人啊 就不能够接受这么一个可以解决问题的 可以掌握信息的这么一个线照 那明镜现在我们在做这些节目 我们的目的不是要丑化谁 不是要批评谁 不是要怎么样 我们丑化批评也没什么用 我们是把真相告诉大家 让民众能够开明智 让领导能够看到实际情存在的问题 因为现在这个体制太多官僚主义了 那它其实不计地气 不知道下面发生什么事情 也不知道你的真实意图是什么 你的好意 它把你当当着那个是敌对分子 境外势力来这么来对待 好啊 我们的网友对这个集中这么多医生 去支援这个武汉 大家有没有什么看法 对新闻媒体呢 我是一开始就持非常否定的探斗 我认为大部分的记者 是没有这个自我保护能力的 而且在当时的反应之下 那么记者在现场非常危险 中国官方判了三百个记者到现场去 其实就是第一个是增加了受感的激励 第二个就是实际上是为他们去唱战歌 另外一个虽然现在的 这个武汉的某一些局部的问题 会通过媒体的报道引起大家的注意 但是这个时候记者本身陷入一种危机之中 它不是个战场 它甚至不是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 因为流行性病毒的这个感染 这种传播是不可以确定的 所以让记者这个时候到现场 那么我认为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举动 西方的媒体先是一个真正具有国际的 影响力的电视媒体 那么他们在这方面有非常专业的操作的 这个专业的这个手法 在武汉出现危机之前 他们就逃往了武汉现场 我认为这种主动是很正确的 只会他们找到了更多专业的指引和帮助 这个时候才能去这个现场 那么医生急动经历医生去武汉 我认为是极为错误的 而且这种调配 使这个资源出现大大的浪费 应该是有一些指使 有一些更科学的安排的方式 而不是采取这种集中力量去武汉的方式 我不知道网友是怎么一个看法 跟我和金先生之间 是支持他还是支持我 请大家赶紧亮出来 支持和平比较好 小平有口罩 在尼论上就是你 在打赏给我就可以了 我是一天要钱最重要 有一位网友叫独孤先生 已经这个举手 好长时间我已经打开了 独孤先生您请讲 好谢谢 我刚才听你们这个 我就想讲一点 实际上这个习近平自从上台以后呢 他基本上把技术官僚呢 从他的这个执政团队里面呢 剔出去 你去看他的这个 这一次的这个领导小组 基本上没有技术 从这个一开始呢 这个习近平团队呢 就根本没有召集这个专家 学者开会研究讨论 这次这个武汉肺炎呢 是一个非常复杂 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 你评一个医生 两个医生 那是根本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 你就拎出来一个专家 只不过就是看着领导颜色说话 这个东西能解决问题吗 需要有一个专业 非常专业的 从各个方面去讨论 怎么回事应该怎么办 全无章法 根本就是一个乱套 像这个情况 你防什么瘟疫啊 简直就是胡闹 我就觉得 行了我就说这一点吧 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有一点是我不太同意的 就是我认为领导可以是草包 没问题 很多的国家通过民主行举 出来的很多领导人 在我看见的就是草包 但是这个草包啊 它有一个非常专业的 足备标准 它有一个专业足备标准 按照这个职业标准来运行 这个国家大体就不出什么问题 领导有时候要瞎指挥 但是这个瞎指挥呢 它会受制于这个职业标准 对它的牵制 它这个不是乱讲话而已 但是在真正执行中间 这个政治官员的影响力 是非常小的 因为它要增生于这个职业标准 中国的官僚团队领导人 我们不要经常讲外行 内行领导 内行我不同意 我认为这个局长 部长完全可以是混蛋 那他们可以通过政党 续续的方式去分赃 你哥们帮助我 宣向了这个总统 那我部长就给你 对吧 你哥们帮助过我 你当大使 这个没问题 但是你的副部长 你的常务部部长 你的司局长 是非常严格的 按照职业标准在运行 那么中国是一贫混乱 这种一贫混乱是他们原来 建立了一道官僚体系 这道官僚体系是一个分赃的体系 它不是一个按照专家标准的运行的体系 所以一旦遇到大危机 它就出大问题 但是面对大危机 它总是有一个办法 它会集中力量来对付这场危机 像现在武汉很严重 那我就曾请过各地来调判 但是我的疑问就是 假如这场灾难 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 那么各个地方 本身就已经 由于把这个领导干部抽走 或者是野无骨干抽走 那么造成这种医务人员的这个短缺 就会变得更加严重 那就更加加重了这些事情的灾难 所以一个疫情的产生 有分很多层次 第一个是勤找这个病毒的来源 第二个是找到病毒的这样一个传播的方式 是比这个救灾还要重要 或者是同样的重要 但是在救灾的过程中间 不是大家一口风的上 而是应该有一点的专家标准 而且在这个时候政府 你不要管老百姓相不相信你 中共是已经没有信任度了 对吧 但是还是有一部分老百姓相信你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要发表一个最正确的资讯 而不是去搞那个宣传 什么叫最正确的资讯 卫生化那个部门 你至少有一些最权威的专业的职友 你这样一个最起码最粗粗的东西 都没有做出来 整个开了个记者会 到这稿子念 然后我去讲习主席习总书记 哎呀中国的事情 我们没批评起来就没完没了 讲两个三个小时就都可以了 那我们还是继续看网友有什么意见 这个问题在这儿 就是说该不该派这个医疗队 这个需要专家去判断 对 不是像我这种 或者你这种这个 并没有这个疫情专业知识 防控这个专业知识的人来说 这个该不该去 这个不是我们该说的话 应该说的就是专家 我的意思就是这个 他们一开始根本就把这个 所有的专家学者都都 通通都跑到这个领导 这个小组之外 就他们自己说了算 这个就是这种这个傲慢和这个 这个这个根本就是不把老百姓的 这个命当一回事 那么该不该派医疗队 该用什么药的用什么样的药 该怎么治疗怎么隔离 这些东西都应该是专家说了算 不应该是你习近平 你这个李克强 什么什么这个官僚说了算 你就应该召集这个专家 你像美国 总统根本就不管这事 你有CDC CDC一批专家 然后讨论这个应该怎么办 12345 完了对不对 对 我说这个我应该被隔离 专家说你不需要 那不就完了吗 对了 我是这个意思 我完全同意你的意思 这就是尝试 这就是一个国家 需要有文明基本的标准 什么叫尝试呢 不是说像明治就看的 这个病毒的消息是群威的 而是要到群威的媒体 医疗的媒体 或者是专门的这个病毒专家 他们的讲话 这是我们开始相信的 这就是尝试 这就是标准 您讲的就是尝试 这是一个文明社会 就这么运行的 但是贵国不是这么运行的 OK还有什么网友要讲话 我可以说两句吗 你不可以说 因为你说太多了 而且你说就没法没了 开玩笑你讲 我一直很喜欢 那个成都武侯词 有一幅对联 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自古之兵非好战 不省事则宽言皆悟 后来自属要深思 就是你怎么一个 从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事件的 一个决策者和领导者 你怎么能够做到省事 就是你能够全面的了解情况 这首先一个是你自己的判断能力 这当然是个个人能力 另外还有一个你的信息来源 就跟我们这个新闻媒体一样 如果没有各种新闻媒体百花齐放 提供各种不同的信息来源 跟观察角度 我们是很难对一个事件 有一个综合的很全面的看法 现在这个武汉这个事情 我们很多的时候在指责 共产党在那个掩盖真相 打压这些爆料者 这些with a blower 这当然是他一贯做法 但是我觉得目前的形势 还可能隐藏着一个更大的危机 或者一个更大 更严重的问题 就是这个事态的发展 尤其在武汉地区 和湖北地区 整个的事态 其实是共产党已经失控 不仅是对疫情失控 而且他们自己都无法掌握 一个准确的信息了 我想这可能也牵扯到 为什么他迟迟的不能让这个 世卫组织 或者美国CDC的这些专家 进到疫区去了解 跟考察的一个原因之一 除了疫情本身之外 我想如果说这些 国际上的专家 如果进到疫区以后 他们所有的这种行政上的 后勤上的各种物资调配上的这些 其实这种 盲然失措 举措无当的这种状态 就会完全暴露出来 我今天跟一个 我在国内的一个朋友 他在广州 我本来是跟他联系一下 结果一联系才发现 他已经回 他在过年之前就回了湖北天门 现在是广州也回不去 天门也出不来 跟他聊了一点 就是说这个 觉得日常生活还可以 反正就在各自在家 这个隔离自保 完了说 昨天是上海 派过这一百多人的医疗队 去支援天门 OK 这个事情里边确实蕴含 那个和平您刚才说到的一个危机 就如果这个 这个疫情在其他的地方 也有大规模的爆发 这种挖东墙 补西墙 头疼一头 脚疼一脚的这种 最后肯定是无法应付 因为没有这么多的医疗资源 就可以应付这种大规模的爆发 我先说这些 不说太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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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还有没有什么网友意见 没有网友意见 病人还是要救的 他想向何先生问一个问题 假如中共垮台数百万的军队一旦失控 而野心横行会有内战吗 我觉得没有内战 我觉得中国几乎我们可以想象 既没有军化奋战 也没有内战 只有流氓骗子当一下总统主席 然后混几十年 然后慢慢民主就成熟了 中国会付出比较大的代价 就是因为中国的不仅是存在一个政权的问题 也存在一个国民 对现代文明生活不适应的问题 但是中国现在的共产党建立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系 就是解放军基本上没有真正的战斗力 解放军的将军们也没有能够拥兵自重 这样的话使中国你想独立也只能写写文章 上向民进电视宣传斗力 而不太可能拿出枪杆子 因为他们枪杆子和子弹也是分离的 即使放在一起 也会互相消耗掉他们的战斗力 所以将军们不要在乎他们 中国的将军们是一批将斧 一批将斧 只要到他们的尊财 使你感觉到是尊人以外 他们其实老子没有任何尊人的真正的契克 也没有尊财的专业知识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我比较熟悉的一个系统 所以我是于子的评价他们 所以大家不用着急 这个问题我们不要讨论了 太深刻了 太专业了 这是一个尊实领域了 而且我们不适应在这个攻击场合下 透露我们解放军的战斗力 继续讲 现在还有一位 附老师好 先生要说两句 先生请 何总好 你好 你好 我叫何平 我叫何主 何老师好 还是要叫老师 还是要叫老师 茶车司机好 金哥好 我呢 我 我昨天啊 在这个京都 看了电视节目 电视节目 京都 就是日本的电视台 采访几个流行病学的专家 他们在分析中国的情况 以及日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 我觉得讲的非常有道理 来你讲一讲 这几个日本专家 因为这一次那个叫公主号的邮轮 因为他来到日本 大概有70名的确诊病例 所以公众对这个事情就比较关心 日本专家讲的非常的客观 他说 日本目前的医疗资源是完全可以应付 目前在日本产生的这些大概 因为日本本土大概有40例 加上海上的那70例 110例 他说 就日本的专家认为 目前日本的资源完全可以应付这些 事情 从医疗资源和防护的各项的资源上 请日本的民众不要惊慌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他说 中国武汉出现的这个事情 主要是在 由于一系列的信息的隐瞒 造成 累计爆发 而基层的医疗资源无法应付 尤其像湖北武汉 这样城市的医疗资源无法应付 突然或者累计爆发的大量的 这个门诊量 使得资源枯竭 而产生的这种后遗症 他说 中国的事情和日本的事情完全不同 做了一个这方面的分析 我觉得讲的非常有道理 所以刚才我一上来 因为我刚到大阪 我刚一上来以后 我就听到前面好像 这个何平先生和这个李俊先生 在讨论这个医疗资源的事情 我就插了这几句 医疗资源的事情 比如说考照的事情 在我的非常浅步的了解 这都不是一个问题 主要是调配和生产 现在一片混乱 然后加上疫情里面 另外一个情况开始出现 就是人们的恐慌 当人们的恐慌一产生 这样一种伤害和灾难 会超过疫情本身 武汉这一次500人 500万人离开武汉 除了那些正常的 要回家过年的人以外 那么很多人是因为恐慌而离开的 但是那一种离开 造成自己本身未来的生活的增加了难度 因为今天谁是武汉人谁倒霉 谁是湖北人谁倒霉 谁都恐着你和害怕你 同时你把这个病毒呢 有可能存在的病毒 达到了全国或者是全世界各地 所以医疗资源的问题 我觉得不存在一个大家要去买口罩啊 或者是去买什么医疗物品呢 寄到中国去 中国没有很好的物流系统 这等于是增加了灾难麻烦 应该由这个专业的队伍来进行 合理的物流的分配 如果没有合理的物流分配 副物流的话 那个下部的灾难会进行不加重 因为不仅是物流的问题 不仅是医疗物流的问题 涉及到生机物流 一系列一系列的问题 人道的灾难一旦出现的话 那你真的没办法想象 为了我们怎么面对 所以我一开始在几个星期讲了 我觉得这一场病毒 对于中国人来讲 对于习近平来讲 靠的就是运气 而不是能力 能力是会增加疫情的难度 只会增加疫情的实况的程度 习近平越努力 这个情况会越糟糕 我非常同意和平先生的意见 就是从日本的这个分析的 这些专家分析也说 他们也再三提到 就是口罩的问题 他说在日本目前没有必要去戴口罩 因为以免引起大面积的恐慌 其实口罩只是防止你病人向外传染 并不能够阻挡 并不能够阻挡外边向病人传导 这个昨天我听到的是讲的非常好的一个 他也讲的中国之所以 他跟这个突然爆发的疫情以后 由于管理上的原因 或者控制上的原因 或者维稳的原因 造成大面积的恐慌 产生一系列的问题 以至于很多的疑似 或者自我感觉有病状的人 不敢去医院 这个躲避躲藏 以至于带来更大的显性 和外延性的发展 这个是非常要命的 这也是日本专家在提到的一个问题 是的 星哥你讲的那个我很赞同 因为这个当中有一个价值观的一个问题 就是日本人啊 原来我去到街上 这个好好的也看到不少日本人戴口罩 后来一打听就是 日本人原来的习惯戴口罩是 我感到不舒服了 我会戴口罩 我的目的就是 我不让我的这个不舒服去传染给 或者说影响其他人的健康 那么我们现在讲戴口罩呢 就是全民戴口罩 不管你舒服不舒服 但是更多的人戴口罩的这个目的 是防范别人 而不是说那个 是我怕我感染给你 还是怕你感染给我 这个是一个很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 所以现在看到路上不戴口罩的人 就要强行让他戴 戴的目的不是说 你不戴口罩你会感染 而是你不戴口罩你会影响到我 所以这样的话呢 是人本主义 以我那个利己的人本主义 这个当然说也说不错 不能说他一定错 但是问题这个跟日本的这个价值观 那些戴口罩完全是不一样 所以就会出现那种强制性的 强迫的 你不戴口罩 我就让你戴手铐 这种情况都就会出现 那这个里边就是有文化 有文明 所以在这个抗议的过程当中 从体制 从领导人 从对专家的尊重 到这个普通老百姓 他的文明 文化 他的习惯 各种各样的问题 都在拷问这个大国 中国这个大国 这是作为一个专家 能够独立的发表意见 其实是防范重大疫情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如果说这些专家们 都不能够独立的表达自己的意见 以及他们用自己的科学的认知 来传导正确的信息 所以才使得谣言 流言 泛滥 这种谣言和流言的泛滥 使得人们的恐慌性 又放大 这一级一级的放大 本来是一个 由病毒引起的 这个医疗方面 或者说传染病方面的一些灾难 反而 扩大成为一道人道灾难 我觉得这个太可悲了 是的 我们作为一个媒体 我之所以为什么 要个人来做出一个打赌呢 主要是因为我意识到 这个问题的临重性 就是这种非追念性的意见 这种就是非常错乱的信息 实际上正在对中国的 这个疫情操作 非常大的这种伤害 不要说这个病毒 是不是人口制作 人口合成的 这个病毒是在P4里面出来的 甚至昨天还出现了 所谓的二发流的增加 现在每一天 武汉市 这个有一万具尸体 等等等等 就是一系列一系列的这个错误资讯 使人们没有办法得到正常的尝试性的资讯 国家为在这个时候 应该有一个最基本上的这个健康资讯 结果没有 那么我们做的工作是基本上访问 实际上最顶尖的 或者是美国最顶尖的病毒专家 我们访问的是实战福大学的化学教授 得了这个又被讲化学奖的一句 我们访问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病毒专家 是美国病毒学会的会长 我们访问了哈佛大学的教授 那既是个病毒专家同时利用数据模型来推理 这种病毒的发展的趋势和它的数据 我们也采访了在SARS事情中间 那么这个仪式追证应究的多伦多大学的病毒教授 那我们访问的这些教授 基本上就是不是非专业的 包括我这几天 我跟很多的专业人士进行聊天 包括生物方面的不是 在欧洲或者其他国家 得到了很好的都市学位 在美国大学里当教授或者城市研究工作 但是我跟他聊半天以后 我就问他一个问题 我说你是不是病毒专业 他一下子说我不是 这些讲法只是一般性的想法而已 跟你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只是他多几句了生物虚拟而已 这就说明在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要听哪些人的意见 哪一些意见才是关键的 比如说在这个美国的媒体上 或者是在其他媒体上 有一些这个善于搞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阴谋论的一些人物 在这个时候开始采访什么防化专家 或者是战略专家 这些人讲老实话 他们就靠着这个鼓吼人心吃饭的 那么发表很多省人听闻的这种说法 那么这种说法是扭曲人们 对政治资讯的这个认知这是非常危险的 在疫情的发展过程中间 这个除了疫情本身不正确的防疫方式 现在中国政府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 实际上是集中力量出大事 非常危险 而且呢就是刚才有一位这个 这个网友讲的 你不按照专家的意见来 实际上专家意见还是次要的 专家意见他也需要按照一个专家的标准 按照专家的标准 就像早几天中国有一个专家发表一个意见 说是中国的院士吧 还是什么事 说通过一等什么东西传播 实际上他的专家 他身份是一个院士或者是一个医生 但是他专业是肝病 是专门治肝病的这么一个专家 那个跟这个病毒相似很远 哎呀 医生不能得到自己的保护 我非常的心痛 我跟你说 我在家里面了解的知识是有一些基础的 那么这个因为我跟医生的朋友很多 你看像刚才又有一位医生去世 这位医生就是刘日的一个学生 在成吉医学院是军门负责器官移治的 我们老马可以把军队换成我们要不要一个良知 那个就讲蒋英荣和许章润 老马先生 还有一个观众要发言 如是女文先生一直都在举手 让他说两句 能不能等到下一节还是这一节讲 让他讲吧 让他讲 那么讲之前我跟大家讲一讲 我刚才讲的林章斌教授 刚刚去世 刚刚去世 这是一个从日本留学到中国 成为武汉从这医院的 很顶尖的医看医治专家 当然刚刚去世了 他是1983年到日本留学的 那么这样的医护人员的去世 他们被感染 我特别的心痛 就是因为 中国在究竟这个郡窿窿 没有按照专业标准在执行 而是有一批政治官僚在执行 甚至很多所谓的有专业背景的人 其实就是政治骗子 现在的国家的魏经委的主任马先生 马主任就是个骗子 副主任李斌就是个骗子 现在调到湖北去的王和胜就是个骗子 为什么是骗子呢 他们根本就没有尝试 卫生健康防御的研究 也不是这样的医生 他们虽然毕业于天津医学院 哈利斌医学院 或者是什么三中医学院 但是他们实际上 曾是党棍工作 是堂尾工作 是更新团工作 是欺向埋下的工作 但是这些人 居然被作为一个有专家背景的人 在认定在这个系统 现在有一个人调到湖北去了 你以为他是真正的专家吗 你以为他是真正的专家吗 现在科学继续发展鱼子的兴术 专家标准不断地在更新 一个二三十年以前 三四四年以前读了经营医学的人 你就认为他懂得今天的医学知识 不是的 关键是没有专家标准 专家标准是需要相当的时间 取起国际上的经营和教训 然后进入起了一种组业系统 这个组业系统 是不管是什么人 都要按照这个专家标准来执行 而不是你有什么专家背景 你即算是一个专家背景 你当了卫教委主任 你也没有常识 常识就是这个意思 OK 谢谢请这位嘉宾讲话 好 谢谢何先生 我尽快把我想说的说完 好让大家转到下一个话题 我刚刚在推特上面看到 胡平先生发出了一个推 上海也正式宣布封闭式管理 那么大陆四个直辖市全部淪陷 那我呢 这个也带出来我一个疑惑 就像何平先生前两天讲过的 武汉现在封闭 整个湖北封闭 使得武汉变成了一个黑洞 那就把全国所有的物资 全国所有的医疗资源 往武汉投送 那这样同时呢 武汉由于它封闭了以后呢 它在内部在不断地制造 新的这个疫情出来 这个新的感染者出来 这个新的感染者出来